A50也是涨的,上证这个护士山林也是涨的,对吧,上证180都是涨的,包括富士A50的妻子也是涨的,问到为什么上证会比较差呢?上证的差实际上就是油气板块,包括大众商品,对吧,做了一些负面的对冲,还有什么,券商,银行,大家来看一下,就他们的权重里面。 那这个油气,就石油天然气,对吧,这个补跌是在预期内的,昨天的公众号我也说了,因为石油的下跌,对吧,包括这个,就是大众商品的下跌,那肯定今天油气是,相对来说是要补跌的,所以我也说了,下周要小心这个板块的,这类板块的补跌,因为本身他们就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,然后补跌很正常。 任何一轮,这个系统性风险的下跌,什么板块都逃不掉的,等一下我来讲一下新联赛导的情况,什么板块都逃不掉,所以更不要说是所谓的这个油气板块这些,都逃不掉的,都逃不掉,那你上周强,而且呢,现在的板块没有持续性,你比如上周强的,那本周就跌,那还有什么,上周比较强的,对吧,国防军工板块,航力航空,船舶,大家可以看一下,都是跌,都是不跌, 那么还有就是有色,有色整体板块,大家可以看一下,对吧,也是下来了,煤炭,也是不跌,煤炭也是不跌,对吧,就很正常,反正高位的东西都得跌,然后我们看市场的整体的情绪,做多情绪好不好,你只需要看券商就好了,对吧,券商也不好,今天,那就是说,没有做多合理, 在没有做多合理,这种情绪下,想要,这个,就是市场想要有比较好的,共振式的上涨,就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性,对吧,这是一个,另外呢,银行板块也不是很给力,唯一你看,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保险板块,就稍微好一点的,就保险板块,对吧, 所以保险板块目前还是金融里面走势偏强的,所以之后,就是后面,整个来讲也是,金融板块这块,也是看保险,也是看保险,如果保险走得好,那就代表整个金融板块强,如果保险都走不出来,你别指望其他两个能够有特别好的表现,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,关于,板块对冲嘛,就是现在今天是有板块对冲,对吧, 就是这一类,然后好像周五的时候,物流运输也是涨的,对吧,那个时候是物流吧,主要是物流板块是涨,今天也是一个小幅的回调分化,都是差不多,就是你们会看到,上周前面两天表现好的,今天又变成了古跌,对吧,然后呢,超跌的主要就是医疗保健,大家可以看一下,这个是明显超跌的, 这个板块超跌的,上周是那个,那个叫什么,医美板块跌得非常的厉害,对吧,那今天医美板块整体来讲是,医疗保健里面涨幅最好的,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短期超跌了,跌得太多了,那如果按照这个CCI指标来看,我们来看一下,超跌非常严重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,对吧,超跌很严重,CCI指标,这个在上周的时候,在这个地方,曾经达到230几,然后不断创新低,指标拒绝创新低,那就是要反弹了,所以今天就很明显,就反弹了,大家可以看,一路上,对吧,指数不断创新低,它就已经拒绝创新低了, 那就代表着,医疗板块肯定只要反弹了,这个我觉得,怎么这个指标怎么用,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,你就知道了,早一天晚一天反弹,它就要反弹,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在,昨天公众号上明确说了,这个地方严重超跌,它需要有一次修复反弹,修复反弹本身不代表说,这个,医疗板块就要反转了,它只是说,超跌了,超跌了,那么,这是一个了, 还有半导体其实也是一样,它跟医疗板块差不多,所以今天也反弹了,也反弹了,差不多,反正就是那个,然后旅游酒店我也说一下吧,对吧,旅游酒店,对吧,整个的板块,旅游酒店板块呢,反正收利好推动了,周末大家都知道了,特别是酒店板块,花天呢,收尾钱的那个弹性票,对吧,涨停了,涨停,如果今天涨停,风度,那就明天,抽里有的,明天走,对吧,那么像这种,军庭酒店这种呢,最好 是拉高就走,拉高就走,反正呢,反弹比较多的,那就走,对吧,也不,当然不,不排除说明天旅游酒店还能冲一冲,对吧,这种,但节前应该对于旅游酒店板块,节前的大涨,或者大幅反弹,应该是离场,而并不是,去追高,并不是去追高,就跟大家说一下,那旅游这块呢,因为这个,还是跟这个,呃,港澳地区的这个,就是,嗯, 就是,核酸检测的一些,嗯,就是标准,啊,发生改变是有很大关系的,那么有,有些东西我也没法讲,啊,那,因为牵涉到这个,嗯,港澳地区,所以呢,跨境有这块就会表现得好一点,所以中心旅游今天早上是涨停,对吧,但风的也很吃力,你看,风风开开,啊,呃,还有呢,就是跟这个中面有关系的,对吧,中面,然后趋势这边呢,是天幕湖,还行吧,天幕湖还行,啊,天幕湖还行,啊,天幕湖还行, 那么,这个反正就是,就是这个,就是这个,留酒店板块,说,大家说,这个,看到了情况,对吧,留酒店板块看到了情况,那么,持续性不好说,因为很难办,就现在的情况就是,可能今天涨得比较好了,明天又不行,然后酿酒,啊,酿酒呢,因为,嗯,持一,持一长假嘛,所以酿酒啊,食品啊, 对吧,相对来说,食品饮料啊,应该会有所表现,这个是常态化的,那么,节假日嘛,大家想到的就是消费啊,吃吃完嘛,这个到处走走啊,对吧,反正就是这种情况,那么,相应的,跟这个消费有关系的,那当然就可以相对,表现得比较好一点,或者说,会有一些,啊,轮动的反弹,啊,基本就是这种情况,然后,呃,今天,剩下的那些,就是临场的,就是来自于, 呃,受这个欧洲地区,这个四万亿光伏的这个,就是,嗯,刺激,对吧,包括国内的这个,呃,风电的,这个,就是,撞击的利好,啊,以及,就是,跟,欧洲能源危机相关的,这个,乐泵,对吧,这一类的,就是,嗯, 嗯,板块,呃,相关联的,就是处在新年赛道当中涨幅的前列,那,今天我重点说一下,第一个,乐泵概念,我早上就写了,对吧,写了,那,乐泵呢,每一次都不会少掉,这个,这个,这两个股票,一个是四处东方,对吧,不会少的,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,就这个,大元帮业,对吧,也不会少的,你看到前面走势就知道了,对吧,其他的反正就是看弹性,那最近走的比较好的是万和,万和,万和呢,这个,呃,周五的时候,他就冲了一次掌停板,对吧,被砸掉的, 然后今天就反暴,啊,继续掌停,那么这是恶泵这一块了,对吧,然后呢,就是电池,电池呢,反正一,我相对比较看好,就是后面其实我觉得就是储能跟电池这一块了,电池呢,就是,啊,TOPCOM电池,啊,HJT电池,啊,对吧,这个,然后纳,纳电池,啊,固态电池,啊,这些,啊,都,都是的,啊,都属于这种电池的范围,那电池呢,就,我就简单说一下,啊,电池看好的理由, 是什么,因为随着,呃,锂矿,嗯,的价格,拍卖价格不断上升,对吧,虽然这两年国内的一些企业在海外,收购矿,但实际上,嗯,从新能源的,就是新能源车的整体需求上来讲,那这个,整体矿的定,因为,中国不是一个,就是这种,嗯,锂矿处的特别国家,对吧,很多的矿都是在,类似像海外的,啊, 这种地方,啊,自立啊,那么,呃,从,就是,需求的角度上来讲,呢,会推动,上游,锂矿资源价格的,上涨,对吧,现在还是高距不下,那在这种情况下,那,锂电池的价格,就会占到整个,一辆,一辆,这个,新能源车的,大部分的,这个,利润,啊, 啊,甚至于很多,下游的厂商,他觉得,嗯,根本没全赚,对吧,钱都被上游挤掉了,那么,在这个情况下呢,就意味着电池的,这个, 这个,变革,啊,就是,建在线上,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,请,呃,情况下,包括,这个,呃,宁德的,这个,就是什么,呃,电池,对吧,呃, 啊,4680,这个电池,然后呢,最近的,这个,潮得比较好的,这个,纳电池,然后固态电池,实际上就是对于,纳电池会量产嘛,对吧,那么实际上就是对于,那个,呃,锂电池的一种,依赖的摆脱,啊,希望在电池的技术上面能够做迭代,这样的话呢,既能够,在电池,新能源车电池方面,做到一个升级换代,同时又能够把成本降下来,所以这是一个, 呃,就是后面我觉得电池这块的,嗯,成长空间依然很大,对吧,那然后储能这块实际上也要用到一些电池,对吧,所以,光复电池当中的HJT电池,啊,TOPCON电池,啊,这些,其实都是一些,嗯,就是技术上的迭代,所以后面我能看的,嗯,就是,储能跟电池,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,相对来说比较看好,那,现在的很多电池都是,就是,其实电池就是, 看谁先能够量产,把成本降下来,能跑出来,对吧,不管是TOPCON电池,啊,固态电池,啊,还是是纳电池,啊,我不知道,对吧,到底是谁最后能够,嗯,成为下一个电池的,就是我们讲的,啊,量产的一个,旧吧,目前来说,我也看不到,但不管哪一,哪一条跑出来,它其实透明都会有,成长空间,对吧,那么,我在这里说一下,啊, 我们就拿光伏来举例子吧,比如说光伏,啊,光伏,也好,新能源,赛道也好,其实后面每一次反弹,都是意味着,有资金会出来,啊,然后呢,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,大家会发现,哎,你看啊,如果我要做反弹,我肯定是做赛道,因为为什么呢,你看,每一次你看,赛道都出来了,对吧, 那这个,只要反弹了,赛道股就会涌现出来,然后你看,我举例子,比如说,锦浪科技,啊,你看,它反弹就弹性比较大,对吧,有的可能像得业这种更厉害,对吧,得业在哪里,得业是在,应该是在电池这段吧,看一下,啊,储能,得业是在储能,储能这款,啊,得业,对吧,得业,你看都创新高了,对吧, 就大概这个意思,啊,那么就会有很多的人,觉得,嗯,那我就是,反弹,我就是要去,玩赛道,反弹,我就玩赛道,当你形成了这种一致性的预期的时候,那最后那一轮,就什么意思呢,最后指数要,完成大,大级别的底,底部,就为明年的行情,创造一个底部的时候,最后有可能补跌的就是,心能源赛道,而最后,补跌心能源赛道,你去抄, 很有可能,就是,埋在里面,对吧,或者说你当中再去抄一次,就有可能埋在里面,我为什么这么说,呃,心能源整体赛道,后面有个别分支走出来,是,没问题的,那,举个例子吧,举个什么例子,啊, 再举个例子,啊,大家看一下半导体芯片,半导体芯片的,就是半导体芯片的,这个高点,对吧,高点是在2021年的,这个7月29号,是在这里吧,好,那我们来看一下, 嗯,这是威尔股份的,这个,这是威尔股份的,这个,这是威尔股份的,这个,高点,它是更对应着,这个,半导体的,这个高点的,但是不是所有的股票,都是威尔, 嗯,比如说,呃,嗯,那个,那个叫什么, 长电科技,哦,不是长电科技,那个是叫,那个叫什么,哦,对,长电科技,你看,长电科技是对应的位置是在2020年,对吧,它到2021年的时候,已经没有高点了, 没有高点了,还有一个,那个叫什么,啊,金方科技,金方科技,对,那大家来看一下,也是的,它对应的高点是在2020年,大家可以看到吧,这是它的,它,这是它的高点,后面就没有了,那,反过来, 威尔股份,它的高点,是在2021年,所以不是所有的股票,虽然你同储在一个板块里面,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股票,都是在,相应的高点出现,相应,就是相应的最高价的,板块指数本身不代表这个,个股, 我这样说,大家可能就明白了,对吧,那我们现在回来说,光复, 回来说光复,对吧,也许最近的什么,新风光之类的,还是走得比较强的,对吧, 但是它们的高点也是不在这个地方,然后还有那个,像得业就新高了,对吧, 然后这个, 锦浪这种,已经重心开始下移了,对吧,还有什么, 阳光电源,整个也是重心下移的,整个也是重心下移的,所以呢,很多股票实际上,真正的这个,就是, 包括这个吧,也是一样的,啊,一样的,都是一样的,啊,那么对于这一类的股票来讲, 实际上就是资金已经在里面慢慢慢慢开始撤退了,对吧, 虽然会有少部分的股票,还是会创新高,甚至于说后面跟电池相关的, 对啊,就是分支的电池类的股票,还会不断的,这个有行情,啊,像这种, 也是一样,大概率啊,我就是,这种股票大概率,后面再冲一冲,也得回来,啊,也得回来, 这也是这个,跟这个光浮处能相关联的,对吧,那么,呃, 我的,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,如果后面到明年的话, 有一轮比较像样的行情,就是,嗯,那首先,必须指数在今年要打出一个, 就是,行情调整的低点了,对吧,那为明年的行情创造条件, 那如果,反过来讲,现在是三千点吧,当我们看到三千点以下的这个, 当我们看到三千点以下的这个,呃,指数的时候,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, 那个时候,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底部,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大级别的底部, 这个大级别的底部,它一定对应着是, 后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行情的, 而那个行情,上升的行情,呃,这么说吧, 我们从年K线的角度上来讲, 年K线,对吧,如果今年四季度我们, 因为我之前还预计说今年,这个,呃,就是这波反弹还能看一下三千五, 结果三千五都没到,很,就是实际上比我预期的还要差, 那现在是调整了,那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讲, 四季度要翻过三千六,基本上是不可能的, 对吧,就不可能翻过三千六嘛, 那么也就是说,今年建一个大底, 这个低点现在依然不能判断说, 二,二八六三是不是一定是最低点, 还不能判断,但我个人觉得,呃, 破二八六三的概率比较小,比较小, 啊,也许破一下三千,就是破三千点的概率是蛮大的, 后面啊,那如果见到了一个大级别的底, 那么对应的就是什么呢, 明年对应的目标就是要突破今年的这个阴线, 也就是要突破三千七百点,甚至想四千点去攻, 那明年攻不上去,后年攻, 就后面你可以期待有大的行情, 大级别的行情,而且是指数带领的这种行情,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, 在过去的三年当中,对吧, 在过去的三年当中, 什么东西是主线呢, 包括今年啊,就是新能源赛道是主线嘛, 对吧,那未来如果有大级别的行情, 那一定不可能再是新能源赛道是主线了, 因为如果是炒冷饭,大家都知道的, 如果是炒冷饭,就不会有大行情, 所有的炒冷饭都叫反弹行情, 而不叫新的主线行情, 如果未来要有新的主线行情, 他一定不会在板块上面炒冷饭, 那么他需要有一个从低位起来的板块, 能够带着整个市场往上走, 至少要走两年, 对吧, 就是他这个板块, 明年会好, 后年还要好, 一定会是这样的, 而且他板块的位置, 不光是一个板块, 可能我就像过去的两年三年的时间, 我们看到了, 其实新能源赛道就不断的跌代, 比如说刚开始新能源车, 锂电池, 后来是风光处, 对吧, 就这些, 然后到今年又是, 因为欧洲能源危机的话, 这乐崩啊, 这些都起来了, 对吧, 所以呢, 他当中也会有不断有分支的冒出来, 那么我们统称为什么, 叫碳中和板块, 好, 那现在的问题来了, 如果说未来, 我们要有一轮更大级别的向上行情, 你也需要有一个板块, 能够带着, 就是有一个大类板块, 我不能说有一个细分板块, 就有一个大类板块, 要带着整个市场往上走, 对吧, 而这个板块首先要有容量, 第二个位置要够足够低, 因为位置足够低, 他才能有上涨的空间啊, 他也能带着指数啊, 带着市场往上跑, 对吧, 那指数层面上呢, 后面是可以交给金融啊, 这类的低估值的金融啊, 包括宗志头的基建啊, 是的, 因为他们位置比较低, 现金流也比较好, 业绩也成长, 不能说成长性, 就是包括银行的业绩, 其实蛮好的, 对吧, 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, 现在就是差一个环节, 等一下我来说, 差什么环节, 对吧, 差一个第一个, 就是大环境的起稳, 第二个就是资金面的这个, 再次的支撑, 所以这两个是, 呃, 缺一不可的, 然后呢, 你不要指望什么银行板块, 保险板块成为市场的主线, 这不会, 因为他们只是带动指数, 每一次冲关的浮现, 他们也会涨, 但是市场的主线一定就是说, 哎呦, 这个板块你看, 产生十倍股了, 产生五倍股到十倍股了, 对吧, 甚至于发二十倍的股票了, 那这个再要主线, 就像过去的新能源赛道一样的, 这个叫, 这个叫主线, 对吧, 比如说天气里夜, 我举个例子, 嗯, 你看看, 对吧, 啊, 就近三年嘛, 对吧, 从底下十几块钱, 就是这个这个, 最低的价格, 十几块钱, 对吧, 一直涨, 涨到一百多块钱, 发了十倍, 对吧, 啊, 这叫, 这叫牛, 这叫牛, 是吧, 这个就是, 这个板块所体现出来的牛股, 那么, 后面其实也是一样的, 如果会有新的抱团方向, 会有这个, 这个这个, 呃, 呃, 更多的这种, 就是, 对市场, 呃, 临长主线的预期的话, 那么, 首先它的位置要低, 然后它有绝对的空间, 那在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牛股, 对吧, 一个板块产生个二十, 二十只左右的牛股, 应该是, 嗯, 不在话下的, 啊, 不在话下的,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, 呃, 科技是一个方向, 对吧, 因为科技现在从后面几年来讲, 卡脖子这个事情是不能, 不能够, 就是要正面去面对的, 不可能马上解决的, 对吧, 那么这是一个方向, 第二个呢, 会不会还有些其他的政策所导, 导向的, 包括科创板啊, 等等这些东西, 那后面得看二十大以后整体的市场的情况, 对吧, 或者说政策能够发力的点, 现在不知道, 看不出来, 我也没办法去猜, 但我觉得卡脖子这一块肯定是不会缺席的, 因为你怎么说你后面没有办法, 你肯定得自己搞呀, 对吧, 那自己搞就会诞生机会, 甚至后面会有二十大以后会有更多, 更好的这个政策出来做配套, 那么我们看到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, 要让经济整体起稳啊, 回暖啊, 刺激消费的时候, 我们看到了包括对新能源的补贴啊, 对吧, 大力这个扶持啊, 所以这些, 这些我们都看到了, 对吧, 那么后面到底会有更大的, 这个其他的一些动作吗, 现在反正我们看到了包括诺安的总经理被抓, 对吧, 然后之前大概知道这个, 嗯, 就是那个芯片的这个大, 大基金的这个管理层也出现了一些状况, 对吧, 那么这个我们统称为叫金融反腐, 那么往往一轮行情的尾端, 嗯, 下跌的尾端都会伴随这些政策的变动, 人事的变动, 对吧, 很多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的这种, 我们讲的叫利空出清吧, 那么才会为后面的这个行情做一些铺垫, 那这块我觉得值得期待, 包括未来整个产业转型的高端制造业当中的智能机器, 其实都是一些方向, 只是说我们现在只是在预期这些方向, 但最终谁能跑出来我不知道的, 这个是最后一个是要政策决定, 一个是要资金来迭代, 这个是来迭加的, 你现在去拆没用, 现在只能说有这个预期大家盯着看就好了, 对吧, 所以我个人的理解是说, 如果继续炒冷饭炒新能源赛道, 那就没有行情, 也即使有行情就是反弹行情, 走不远的, 对吧, 只有等新能源赛道当中的资金溢出来, 那么其他地方才会有更好的机会, 也会有更好的高度, 因为新能源赛道整体现在处在高位, 高位的资金溢出来, 才能在低位的板块里面去做这个潜伏也好, 去做这个推动也好, 对吧, 因为一旦推动了以后, 会有不断的, 不断不断有些资金从里面撤出来, 继续再往里面加码, 那这样的话呢, 低位板块就能够形成趋势, 然后打出高度, 这个是从行情的角度上来讲, 那么我在这里反正, 我表达我自己的, 我表达我自己的意思啊, 当然不代表说市场一定会这样走, 对吧, 那我先说一下这个, 科创版指数, 科创版指数, 那科, 我们回到周线, 上一节课我们讲过了, 让大家去看, 科创版的月线, 跟当年创业版的情况, 对吧, 然后呢, 我也画了这个鞋, 科创版, 有可能创新低, 也有可能不创新低, 那创不创新低, 其实我觉得不重要, 因为这是最后的五浪嘛, 就你看啊, 这是, 就很清楚的, 一浪下跌, 二浪反弹, 三浪主跌, 四浪反弹, 四浪反弹, 没有过一浪的低, 然后这是现在最后的五浪, 五浪会不会创新低, 有可能也有, 也可能创新低, 也可能不创新低, 因为五浪是可以衰竭浪嘛, 最后的, 它是可以不创新低的, 那么创新低, 它需要有些外部的情况, 比如说, 美股出现比较大的下跌, 对吧, 比如说美股跌穿2600点, 就是那个叫, 道琼斯指数跌穿2600点, 美联储的加息, 在未来两次依然非常凶猛, 比如说又加期, 两次都加75个基点, 甚至于说, 明年一季度, 就是会谈到明年一季度, 还要加息, 对吧, 整个的利率可能达到4.75, 那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, 因为它对成长股的杀伤力会很大, 包括美股那边, 那美股那边就变成什么, 叫, 想伤人一千, 它自身也得800, 它肯定自使股市也得跌, 成长性的股票也得跌, 那这就会造成科生网五菱指数创新低, 不然的话呢, 就不一定会创新低, 对吧, 不一定创新低呢, 就在这个位置, 大家仔细看啊, 就是我说的这个位置,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, 那瞬间破没事, 只要周线不破, 这是周线嘛, 周线不破什么位置呢, 930点, 对吧, 930点, 这个位置, 如果不破, 周线不破, 那就问题不大, 对吧, 不然的话, 一旦破了930点, 就创新低感率极大, 那即使创新低, 那么最终它也是, 会, 这个开启一轮真正的行情, 那么真正的行情呢, 很简单, 月线, 月线至少要什么呢, 五月线线跟十月线线粘合, 因为从粘合的角度, 或者从上传的角度上来讲的, 还需要两个月, 至少两个月就十月到十一月, 对吧, 至少还要两个月, 所以这两个月以后, 我们就能见到说, 至少啊, 就客创版指数要想走一轮行情了, 就新的行情起来, 不管创不上新低, 新的行情起来, 那么很简单了, 就是五月线线跟十月线线的粘合, 以及上传, 那么这就是在十一月以后建分销, 十一月以后, 客创版指数有可能会率先, 对吧, 按照现在的这个速率来讲, 就是最快也得十一月份, 然后慢的话呢, 就十二月份或者明年都有可能, 那么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轮行情, 那我把这一轮行情定义为客创版的牛市, 客创版的牛市, 所以这是从客创版指数来讲, 好, 那然后我们回到上证指数, 上证现在不是这样吗, 对吧, 上证的就是上证的月线,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, 这个2863点, 2863点我觉得破的概率偏小, 那么最终指数会来到哪里呢,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, 这个地方有个低点, 2950几点, 就这个地方, 我觉得被考验的概率极大, 那么如果考验的概率极大, 就代表什么呢, 代表指数, 就上证指数, 还要跌5%左右, 以现在的点位还要跌5%左右, 那就是还要跌多少, 我们就拿3000点算, 对吧, 50%, 150点, 就150点左右, 就3100点算, 对吧, 就是这个5%左右, 有可能就是跌150点左右, 150点左右, 那么, 150点左右, 就意味着, 很有可能再要去考验一次2900点, 对吧, 就还要去考验一次2900点, 这个位置, 那么当然5%左右, 有可能跌4%, 也有可能是更少一点, 对吧,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, 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, 还有什么就是最坏的打算呢, 因为你也不知道, 会不会有一些黑天鹅的事件, 什么叫黑天鹅的事件, 这个, 这个, 这个所谓的就是, 你到时候再去, 呃, 在这个公投地区发生冲突的话, 那就变成侵略俄罗斯本土了, 到底会有什么更强的这种反击, 对吧, 或者说会不会动用一些非常规性武器, 不好说了, 所以我不知道这种, 就这种事情谁也不知道, 你问谁都不知道, 对吧, 最后会造成什么样子, 我们不知道, 那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, 万一到了11月份, 对吧, 或者说是这个会议以后, 就是20大会议以后, 出了这个摇尔子的事情, 砰一下子, 来一下子什么意思啊, 你你要你们是见识过的, 就是, 嗯, 我来看一下啊, 大家是见过这种事情的, 应该在哪里, 我看一下啊, 大家是见识过这个事情的, 这是新冠那一年, 对吧, 指数直接一枪头干了7%, 你要干到7%, 那不得了了, 你指数要, 现在的指数接, 要干到7%, 你要跌200多点了, 等到跌200多点的话, 你就直接干穿了呀, 就直接把, 2863都干穿了, 对吧, 所以我不知道, 也有可能当天碰, 跌个5%, 第二天再来个关心离开, 就直接穿掉了, 然后, 当你看到这种信号的时候, 如果跌了5%, 有这种可能性的, 那么跌了5%, 第二天就直接进去了, 进场了, 可以, 差不多就类似, 这样肯定要翻过来, 对吧, 所以做好最坏的打算, 虽然我觉得, 破2863的概率不大, 不大, 然后, 但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, 也就是说, 正常来讲, 指数可能还有5%左右的下跌空间, 才能够跌到底部, 那么, 这是指在没有特别外力的情况下, 好, 那没有特别外力的情况下, 我昨天在, 这个, 掌尼玛教师, 包括我们, 这个小全职, 我也发了, 对吧, 什么意思呢, 就是历史上, 但凡见大底, 大级别底部, 都会有一些特征的, 现在没有, 现在没有看到, 比如说, 好, 我举例子, 比如说, 嗯, 预例好, 就是比如说出了政策的一些例好, 大家解读为是历空, 那么最有可能是什么呢, 那有这种可能性, 二十大号, 宣布全面注册子, 然后全面注册子的时候呢, 大家都当他, 因为为什么, 全面注册子以后呢, 嗯, 市场还是继续电, 那么大家会把这个全面注册子理解为就是, 历空, 为什么呢, 你看全面注册子不断发新股, 对吧, 大家就理解为历空, 跟当年的股改是一样的, 股改以后, 大家理解也是历空, 然后指数直接把一千点都打穿了, 对吧, 打到998, 结果就起来了, 那么, 这次如果宣布全面注册子, 大家也理解为历空, 指数往下砸, 但最后砸不动了, 全面注册子的牛市开始了, 所以你要想到这一场, 对吧, 就有的时候历史会惊人的相似,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, 你只要提新股, 你现在成交量也没有, 你要说, 哎呀, 要这个大量发新股, 要大量这个, 要实现全面注册子, 大家肯定理解为历空, 对吧, 往往那个时候, 就是要翻过来, 到时候大家去看, 有没有这种现象, 市场上, 对吧, 然后呢, 劝商集体闭嘴了, 没有人再去谈, 呀, 这个就是底部区域, 没有人敢说了, 这个底部区域, 对吧, 市场一片沉寂, 这种情况, 是很有可能, 大盘就是超级底部, 一轮大周期的底部, 然后后面就开始往上走了, 对吧, 一旦往上走了, 它就不是一个小级别的上涨, 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个十月底, 十月份, 大家去观察的市场情况, 往往跟大家讲啊, 最后还会挖一个坑, 我们先刨除说, 嗯, 外部事件所带来的这个, 就是这种就是击杀的这种坑, 不说, 我们就按正常逻辑来讲, 就是大盘见底钱, 肯定是还要挖个坑的, 要刨个坑的, 这个坑叫什么, 叫做利好继续跌的坑, 就你看到好像有什么利好啦, 有些东西出来了, 市场根本不领情的, 继续往下砸,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, 让所有的, 后面所有的, 不管出什么消息, 大家都不认为是利好了, 那这就是基本到底了, 基本就到底了, 还有什么呢, 就是我说的, 要伴随着新能源赛道的不跌, 因为他们补跌, 资金就不会溢出来, 资金不溢出来, 那其他地方就没有机会, 对吧, 所以他们最后也得完成下跌, 这个下跌, 应该是在最后的时候下跌, 就最后的时候下跌, 现在大家看, 反弹你看他最强, 反弹每次反弹最强, 到最后对吧, 连他都没得强了, 那就意味着真正要见底了, 然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, 对吧, 现在所谓的高位的东西, 都得跌, 石油啊, 天然气啊, 对吧, 那些航命啊, 这些还是中高位的, 都得跌, 为什么, 包括资源品, 在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尾声, 就是下半场, 不能说下半场, 就是最后的尾声阶段, 就加息的后半段, 往往伴随着是商品也跟着一起跌的,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过, 美联储刚刚开始加息的时候, 商品都是涨的, 对吧, 然后伴随着商品也下跌, 全球需求下降, 就是对经济的预期都比较悲观, 基本都是这样的, 对吧,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去看, 是什么呢, 最后美元指数冲顶, 就美元指数最后形成冲顶, 那么这也是预示着, 然后真正的这个大周期的底部出现了, 人民币汇率起稳, 美元指数冲顶, 现在目前还看不到, 目前还看不到, 所以当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, 没有形成共振的时候, 你现在说大盘就到底了, 我觉得肯定是,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, 你去赌的成分更大, 而并不是市场不会这么来的, 对吧, 现在其实很多人还是有看反弹, 对吧, 有这个就包括周末争论也比较大, 有的人是看节前反弹, 有的人是看前后反弹, 那么但凡有这种争论的话, 那即使有反弹, 也就是这个下跌途中的反弹吧, 我是这么认为啊, 就是下跌途中反弹, 即使有这样, 还有一个呢, 还有一个现象, 其实大家没看到, 通常就是大级币的底部来临之前, 市场还会有一次白骨跌停, 可能你们也没看到, 对吧, 现在你看不到这个情况, 那当然我指的白骨跌停, 你可以跌100加, 也可以跌200加, 对吧, 甚至跌300加都可以, 但要看这个白骨跌停, 是什么造成的, 它是市场是本身造成的, 就是投资的情绪崩溃造成的, 还是说因为外部事件冲击造成的, 不好说, 这个事情不好说, 但它要有这么一项, 现在肯定还没看到, 那这个都没看到, 也不行, 对吧,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一下, 你要问我, 当然我个人的理解不代表说, 市场一定会这么走, 我只是说过去几轮大行情, 给我的经验就这样, 那么我能给到大家的建议, 就是尽量手里留钱, 就是因为为什么你要留钱呢,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到底什么板块起来, 因为一旦这个板块起来, 确定了以后, 你就是直接可以大仓位推进去了, 因为它要走的不是一天, 不是一周, 不是一个月, 它要走的可能是一到两年, 所以你这个仓位推进去的话, 你的收益会很大的, 对吧, 如果你现在去薄反弹, 仓位很重, 你埋在新人员赛道里面, 那就完了, 那边你得割漏, 你可能不舍得, 不舍得就是没了, 就是又是大的机会, 跟你插肩而过, 对吧, 所以现在你至少要留有一半, 或者一半以上的现金, 为后面的行情做准备, 时间我觉得不会太久, 对吧, 时间肯定不会太久, 但它一定是以月来计算的, 也以月来计算, 为什么呢, 我们及时看上证指数, 看月线, 对吧, 现在这个情况, 破不破不晓得, 如果破, 它就打到这个线上, 有可能打到这个线上, 对吧, 就破一下嘛, 这个是大概的, 也就这样, 对, 有可能就是破一下这个2863.8, 这个日线上好像有个2855点的缺口补掉, 对吧, 那我觉得就差不多了, 反正就在这个线上嘛, 对吧, 这个趋势线肯定不会破, 就不会有效跌破, 那你穿一下是可以的, 基本就是这种情况, 对吧, 那么现在来讲, 如果说是走这种极端的, 那它在月线上, 就是它在日线上, 不是在月线上, 这是月线嘛, 对吧, 那它在日线上一定是破位了嘛, 对吧, 你这样跌下来, 它肯定是破位了, 破位它需要有个修复的过程, 就是它要做一个底部结构, 这个底部结构没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, 是做不出来的, 所以站在月线层面上来讲, 现在连低点都没有确认, 不要说底部结构了,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, 那么也就是说, 最快的跨年行景也得11月份, 对吧, 11月份涨一上, 所谓的这个跨年行景, 先涨一涨, 然后再回一回, 它就要做结构嘛, 就是所谓的底部结构, 你要夯实呀, 对吧, 回了以后再往上, 那就好了, 起来了, 对吧, 所以这个是预期嘛, 就最快的跨年行景是在11月份开始市场, 这个指数见底, 这个指数见底, 先走一步修复, 修复完了以后, 到12月份再回踩, 回踩完了以后, 明年可能过了元旦以后继续涨, 那这就是行景起来了,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, 怎么去看月线这个情况, 对吧, 那么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, 就做好这个准备, 就是你手里有钱的时候, 你一定能够, 你一定能够找得到这个板块的, 好, 那我再说一下大概的方法, 对吧, 就是我先说一下方法, 比如说有两种方法, 第一种方法就是什么呢, 就是指数还在跌, 就指数还在跌, 这个不是板块吗, 你在板块里面, 板块你可以用全板块, 全部板块都可以, 或者行业板块都可以, 你就看一下全部板块, 比如说你看一下三天的涨付宝, 这个不能算啊, 这个题材不算, 就是比如三天涨付宝里面, 我举例子啊, 后面比如说三天涨付宝里面是这个, 现在是这个了, 对吧, 后面比如说是三天涨付宝是软件, 好, 那就知道了, 指数还在跌的时候, 软件板块已经是三天涨付宝里面, 排在前三名里面了, 或者排在前面了, 好, 那么, 这个就是你要重点关注的, 基本上它已经开始逆指数了, 就是它要提前来了, 好, 那么, 那个时候你可以打提前量, 就是它有回调的时候, 你可以慢一点, 什么时候是确定呢, 等到大家会发现, 它本身就逆势了, 就比这个指数先起来, 当然它调整的时候可能也是回, 小回, 比如说涨了3%, 回了1%, 对吧, 我举例子啊, 等到确认了, 什么叫确认了, 等到指数, 见底以后, 啪, 起来了, 起来的那一天, 整个板块, 可能这个板块, 本身它已经在转幅榜前面, 前三位了, 那一天, 比如说, 正好是一个谱涨, 因为大家确认了嘛, 又指数也涨得很好, 比如, 上升指数涨了1%几, 创办涨了2%几, 对吧, 课照板涨了2%几, 那一天, 如果这个板块, 涨了4%以上, 就涨幅, 一下子跳到4%以上, 基本上就是主线了, 基本上就确立它是主线了, 因为是为什么呢, 因为它比大盘先起来, 第二个, 它比大盘下跌的时候扛跌, 对吧, 第三个, 大盘起来了, 就给点颜色, 大盘起来, 它居然能够领先其他板块, 直接跑出来, 那就是资金是准备好的, 全部在这里面, 那那个就是主线, 然后你只要看一下位置就可以, 你看哦, 位置可以, 对吧, 位置比较低, 而且领先起来, 那基本就是它,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往里加仓, 就行了, 对吧, 就是板块加仓, 那板块就很简单吧, 你找到板块了, 你去看个股, 哪些个股是大盘创新地, 它没创新地的, 领先大盘起来, 甚至底部有涨定板的, 你就进去了, 对吧, 很明显它是领涨的嘛, 就很简单, 然后你看一下这些板块里面, 五天里面的涨幅榜, 你就大概能知道谁是龙头了, 就比较,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, 就你很快能够识别出, 哪个板块是市场最好的, 哪些个股是市场最好的, 你现在猜是没用的, 你猜不了的, 对吧, 所以, 你要为后面, 有可能会出现的这个情况, 做好准备, 做好准备, 那么我还是这句话了, 就是, 现在已经具备了整个市场, 就差最后那一下了, 当然最后这一下, 不是一天能完成的, 我就是说最后那一段, 这个打出低点, 或者说说挖出行情坑的那个阶段了, 那么在这个阶段没有, 就是现在还处在这个阶段嘛, 对吧, 在这个最后那个那一下没来之前, 市场肯定还会有这个, 所谓的超跌反弹也好啊, 这种修复啊, 维稳啊, 对吧, 他会充斥着这个市场的, 那么, 这个过程你千万不要受诱惑, 也就是说, 你就是快进快出, 如果你能做你就做, 不能做就拉倒, 对吧, 能做也是快进快出, 你不要恋战, 千万不要说, 哎呦, 你看反弹了, 哎呦, 这个比较很好呢, 我又格局一下, 一拿结果又亏了, 亏了以后你把它就留着了, 然后你的钱就不见了,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, 另外就是, 如果说你现在, 嗯, 就是拿着钱等, 也可以, 我也觉得没什么, 没什么问题的, 那么, 现在盘面就是, 我说了嘛, 就是差最后的一下, 对吧, 挖坑也好, 或者说是最后的这个, 打出低点, 最怕的是什么呢, 其实我最怕的是阴跌, 我倒不怕说急跌碰一下, 直接时间就, 就会缩短, 阴跌很麻烦, 阴跌其实股票, 对股票的杀伤力特别大, 你看今天吧, 指数都还挺好的, 你看看股票, 你看股票, 你看股票, 三年都是股票, 天下跌, 就股票还是很惨, 对吧, 你要看指数很好了, 对吧, 除了上证指数, 你其他指数没什么不好呀, 很好的, 你看看, 你看看这个下跌加速, 你就知道了, 对吧, 所以它会对, 个股造成的杀伤力非常的大, 那么现在来讲呢, 除了新能源赛道, 整体处在中高位, 油气板块, 这个, 有些资源板块, 对吧, 上游资源板块, 加上航运板块, 整体处在中高位, 军工板块的位置还行, 但军工板块的位置应该处在中位, 就除了这些, 其他所有的板块都在低位, 基本都在低位, 或中低位, 那么这就具备了一轮, 发动一轮行情的基础了, 因为大部分的板块都处在中低位嘛, 如果按照水网低出流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, 现在就是完全能够具备下一轮行情, 发动的这种可能性了, 还有一个, 还有个很重要的指标跟大家讲讲啊, 那我就不报名字了, 因为报这个名字也不太好, 从我嘴巴里面去讲, 这个不太好啊, 我就不报名字了, 反正大家都知道, 就是耳熟能像的报, 就是明星基金嘛, 对吧, 明星基金金, 我看了排名嘛, 所有的排名我都有嘛, 也就是说你今年, 没有亏40%的基金,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基金, 对吧, 亏损第一名的55%, 然后一次53%51%50几到40几, 反正基本都这样, 反正都是亏4050, 就明星基金, 那么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, 就今年从年头到现在, 我说的是从年头到现在啊, 如果你自己的交易亏损在40%以内的, 你都跑赢他们了, 就因为这个数据是正式的啊, 你买过基金你知道的, 对吧, 但凡你买了那些什么消费啊, 医疗啊这些, 很惨的, 都是40%以上的跌幅, 对吧, 包括其他的也是一样, 唯一好一点的可能就新能源赛道的, 回来拔雪, 那如果没走, 下去也是40%50又砍掉, 也就什么意思呢, 你今年自己如果仓位控制的还行, 然后反弹你也走了, 对吧, 这个, 然后可能个股现在还行, 你的亏损只要在40%以内, 你都跑赢了这些机构, 就跑赢了公募, 甚至跑赢那些大型的私募, 都是亏的, 他们都是亏的, 而且跌幅, 就是亏损的额度会比较大, 所以这些其实就是市场现在的现状,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, 大家可能在, 就是, 这月仙嘛, 对, 应该是在, 就是, 2021年的年头, 2020年的年底吧, 2021年的年头, 对吧, 就在大概在这个地方吧, 年底吧, 年头, 对吧, 就这个地方, 大家还记得吧, 基金销售最火爆, 大家都是这个抢着买基金, 那个时候, 对吧, 这个各种各样, 反正就是, 连这个洗脚店的小妹都爱买基金, 那个时候是最火爆的时候, 就这个时候, 然后经过了这两年, 对吧, 2021年, 2022年, 大家会发现, 这是, 那一年是基金的大年, 今年是基金的小年, 所以基金是, 买基金也是要悬实的, 首先我们不能怀疑基金经理的能力, 包括他们的能力权, 你管着这么多的钱, 管着上百亿的这个资产, 转胜也很难, 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一样, 他们也是靠天吃饭的, 有行情的时候他能赚的赚钱, 没行情的时候他们也, 巧扑, 对吧, 难为五米之炊, 没办法, 那么今年实际上就是基金的小年, 而且是小小年, 对吧, 就是你买个基金都是亏的, 小小年, 那么基金很有意思, 基金就是跟大环境是一样, 它有周期的, 有这个景气高光的时候, 也有这个可能就是低谷的时期, 对吧, 那今年就是低谷的时期, 过了今年, 明年将是基金的复苏年, 所以如果你想买基金的话, 那今年的年底你可以考虑了, 或者说明年的年初, 你再考虑, 好吧, 就是我觉得, 呃, 我一直讲反正就是基金, 它是要选识的, 嗯, 明星基金经理的能力, 你不用怀疑, 但是你买它的时候要选识, 就像你买茅台, 你买片宰黄, 你也要选识的, 你不能在那个最高光的时候去买, 最高光的买, 你可能套你好几年, 那最后还是会让你赚钱, 但这好几年里面你很难受的, 对吧, 所以再好的东西,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, 呃, 景气周期的, 你要在近七周期的拐点来临的时候去买, 那这样的话, 才能享受到比较好的这个产品溢价, 对吧, 所以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吧, 嗯, 当别人的基金套了50%了, 你再去买的时候, 你的胜率会很大, 对, 你的胜率就会很大, 所以这些反正就是尝试性的东西, 就简单跟大家讲一讲, 仅仅大家做参考, 那么回到我们的盘面, 今天我觉得市场是先反弹了, 因为也没什么好讲的, 因为反弹就是今天涨的比较多的吧, 比如说这个旅游酒店什么之类的, 对吧, 只要反弹上来的, 今天只要反弹上来幅度比较大的, 你就扔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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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, 你就剪一剪, 那比如说那我没解套, 没解套也剪一剪, 剪个一半吧, 对吧, 明天再冲, 你再扔, 那反正就是今天是指数的这个修复, 比较明显, 但情绪的修复不明显, 有大百分之百现在上, 黄现在下, 那么如果说今天美元指数冲高回落, 留上一线的话, 那有可能明天情绪会修复, 就明天有可能情绪修复, 到第三, 就是这, 不是第三, 就到星期三, 就是要做一些节前的兑现, 对吧, 因为板块现在是轮动反弹的, 所以轮到了你就先兑现, 因为进入到周四, 因为周四其实大家都知道, 小长假前的提前日, 对吧, 那如果大家都想的是周四, 那一定一般会提前到周三, 所以周末的时候, 其实大家对反弹的, 就是春, 这个叫十一节反弹的这种, 这种这种节奏, 或者说这个预期分歧也比较大, 有的觉得就是我说了, 有的觉得要到周四中午才能买, 有的觉得今天就会有反弹, 只要探紧有反弹, 那我是持前面一种态度, 就我认为今天, 实际上今天指数还是没有砸出太好的, 因为什么, 指数先砸到3050点以下, 那个反弹的级别才会更大, 实际上其实指数还是不是很完美的, 所以既然不是很完美, 那这个3050以下的坑可能会流到十一节以后, 对吧,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, 那么技术派都会很小心的,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放棋子的空单, 对吧, 还有呢, 期权的这个, 这个就是做对冲, 就是以防什么, 我现在有持仓, 然后回来, 十一回来, 崩跌一下, 对吧, 那么这是一种可能性了, 现在来看就是, 如果今天明天反弹, 那就周三, 这个你走, 走势基本上对的, 因为你不走保不起周四, 或者说就是周三, 下午就开始跌了, 对吧, 崇高回落了, 周四跌, 然后到周五可能最多是一个奇吻, 或者说周五还会小跌, 都有这种可能性, 对吧, 因为其实, 因为给了你红包了嘛, 就是说你这个十一节前的红包市场给你了嘛, 那既然给你了, 人家就会拿走了呀, 如果都没有, 比如说大家都没有, 比如说这周, 依然是成落实状态, 落实震荡或者说阴跌, 大家都走不了, 那走不了, 那很简单, 即使十一长假期间有利空, 那十一节回来的第一天, 就是一个低开高走, 肯定就是低开高走了, 然后就是开始回往行情, 因为为什么呢, 该释放的全在之前释放掉了, 对吧, 大家也没法走, 那怎么办, 那就十一以后拿反弹了, 对吧, 拿反弹的这个利润, 或者拿反弹的红包, 那现在十一节之前, 如果给了你反弹的红包, 各个板块都轮动反弹了呢, 那当然就会有人走啦, 对吧,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, 其实就是炒股不就是跟人性一样的嘛, 对吧, 反正, 如果按照今天的这种大盘的环境来讲, 我是猜对的, 无非就是指数没有达到我这么理想的状态, 能够干到3050点以下, 那不管怎么样, 反正就是能反弹就好, 就行, 对吧, 那我希望是说明天能有个情绪的反弹, 也就是说, 明天大盘分时的黄白线能够倒过来, 黄线在上, 白线在下, 然后呢, 市场前去指标, 最好明天能够打个满分, 什么叫满分呢, 就是顶到这个上面去, 3000多只股票上涨, 对吧, 然后下跌的股票不超过1000只, 那这个就比较满分了, 然后周四可能再冲一下就回落, 周四再调,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的概率比较大一点吧, 好吧, 那么反过来, 如果说我看错了, 今天反弹了, 明天后天继续跌, 跌到周四那就节后反弹,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, 那你就到周五去买股票, 也可以, 你就博个反弹, 或者说我不动了, 我到这个节后反弹了以后, 我再见, 也可以, 都一样的, 反正它就是一个反弹时间的节奏问题, 或者说它是一个次序问题, 包括不同板块的这个反弹次序问题, 那这个位置上反弹是肯定有的, 就是它要先反弹, 累计反弹的动能, 然后才能有下一波下跌的杀跌盘, 不然的话就这个, 因为成交量的关系嘛, 它往下杀会, 就是恐慌盘杀不出来, 因为只有什么呢, 就是你反弹过了以后, 再去往下杀, 一放量就有恐慌盘出来, 好吧, 那今天中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这么多, 好, 好, 好,